台北市议员许巧新日前在脸书上曾经说 核废料可以放我家的话我OK 今天这句话被台北市议员林颖梦 拿来质询台北市长柯文哲 而后续引发了两位议员在脸书上隔空开炮 许巧新怒呛林颖梦问证的方式很低落 而林颖梦则是咬定了许巧新没质询 辜负了选民的期待 双方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 为台北市议员 市长你知道吗 他曾经说过核废料可以放在他家 质询和四一提一劈头就说 某议员家里可以放核废料 台北市议员林颖梦4号在议会上质询 问是问台北市长柯文哲 但影射的这个人是国民党市议员许巧新 已经有人提出来说 核废料应该要放在他家 放在松山信义区 要怎么放在一个人家里 市长可不可以回答 这个应该不会了 几件柯文哲一脸尴尬 但许巧新更是气得在脸书 连续发文回击 如果你选择支持的发电方式 就是要把他的废弃物放在自己的家里 我们两个可以比赛 谁先死啊 一个房间充满废弃超过五分钟 你能够受得了算你厉害 许巧新是非常玻璃心的 因为就是他自己说的话 许巧新他自己觉得说很丢脸吧 见效转身器 双输隔空交火 许巧新怒呛林颖梦 没有议题就不要硬质询 不过林颖梦反指控 许巧新的专案报告时间 根本没在异常 因为今天就是质询科市长的日子 他没有去质询啊 这就是事实 他从头到尾 在大家质询的时候 请问他在哪里 就是只需乌有的指控 我有出席 而且呢 他进来的时候 我还有看到他 不过呢 颖梦对我视而不见 所以我只好去掉监视器了 掉出监视器 许巧新证明 自己在9点47分进异常 还拿出签到单照片 以及第一人称视角影片 反控林颖梦签到后离开 林颖梦则拿出质询登记表 控诉就是没有许巧新 谁没在场 谁没专心问证 两人各说各话 记者复杂里合荣台北上报道